好,然後我們今天開始 然後我剛剛開了奇怪的東西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要再進去,我要再開一個 192068.46 欸,是46吧 等一下,46 靠,剛開他就不理我 好,算了,這個可以喔 DMAX 直接印看 Ctrl-V-C 昨天的demo在 Tensor這邊 OK,那我昨天講哪呢 我們昨天講到這邊而已 那背光position 就是我們的按鈕講完了 對不對 那按鈕講完之後 這邊,這個先收起來 晚一點demo OK,所以我們就可以 玩一下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button都好了 對吧 我們最後做 那個上禮拜最後再講button 那這邊就可以做 那個什麼 反正就是同一個button 只不過背景的位移不同 然後它表現不同的方式 可是它是同一張圖片 那 其實這邊還可以再加一些東西 比如說 再加一些東西 比如說 那我們針對button2來說 好了 比如說 當它 它其實有一些status可以改變 比如說 Hover 那Hover 我們其實可以再把它變成 第二張圖 變這個 那所以 當你存檔的時候去 重讀 它的Hover就會是別張圖片 所以有一些menu啊 什麼東西 就這樣做就好了 那如果你還再厲害一點 其實你可以再做一些特效 比如說 健便啊 位移啊 什麼東西 它就可以再更漂亮一點 那 再來講 最困難的是 float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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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概念超難解釋的 可是 要等我一下 我先把舊的code 上掉 好多 這個先不用 好 比如說 我們有一個ul 然後 ul 然後 裏面有一些li 我這個不想打 所以 貼上 貼上 好 那 要上一些 東西 才看得會比較清楚 那 等我一下 那 那 那 上面這個 initualize 反正我就只把他變成一般的block來用 然後把那些變框什麼東西全部去掉 那 等一下 pending加 10pxr 那 再來是我把 ul 等一下 pending用 16 ul 上 漂亮一點 知道嗎 給他一個背景色 比如說 ccf 等一下 fcc 那 ui 好 那這個長怎樣 我們先看一下 他長 這樣子 那裡面這邊就是一票的li 因為他沒有外距 那我外距再上一下 比如說 cpx 好 就會變這樣子 那 再來是 其實我們可以 如果你去看一些網站 譬如說 我們家志祺 就是 這個東西不是排得好好 買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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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通常這個東西後來都不會用table來排 因為table排這個東西很累 非常的累 而且他是用raw 跟 raw跟column來做 所以你的標題跟你的內文 會是不同段 那所以你機器人在找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後來都不會這樣排 後來都會排成類似這樣子 譬如說 再加一個寬度 100px 那 通常會加一個是 FloatLeft 那 注意看 他會怪怪的 那 為什麼會怪怪的 原因是 因為 FloatLeft 當初在定制的時候 叫做 文繞圖 那 他其實 當初定義的時候 其實會希望你的文 比 圖多 所以 你這邊就沒有東西可以填空 那 所以 基本上 文繞圖的意思 我在另外一個解釋方式 是 圖先去找 它的位置 那 文才排到它的旁邊 OK 那 所以 以這個概念來說的話 如果你只有圖的話 那 他就先把位置佔光了 可是 你卻沒有文字來把它做延伸的動作 這是文繞圖這邊的最大的一個 不算是Bug 是算 那個Spec的東西 那 那 如果 你再去做一些事情的話 雖然這是違反定義的 可是你可以 去玩玩看 比如說 像這樣子 OK 你會發覺它延展開了 可是 這種時候就希望他比他多 可是這個東西又無法完成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 沒辦法比他多嘛 尤其是裡面全部都Content 所以 這個東西 這時候就會做一個動作 叫做 ClearFix 那 蛤 對 這個Li 以Float Lab來說 所有的Float 都是做文繞圖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圖 而不是文 所以裡面的Content 絕對比這個少 那 可是他在佔位置的時候 就沒有嘛 對不對 那 所以這個時候 我看我們寫 Float Lab 好 又沒有 好 欸 等一下 我看一下 Float Lab 沒有耶 糟糕 好 我去找一個Float Lab 欸 它叫做 ClearFix 那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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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應該可以找到一些奇怪的解法 這個應該OK 等一下 DisplayBlock 對不對 OK 這一份應該OK 那 好 我先貼到這邊來齁 那應該有一些需要 有些不需要 看一下 FoneSize 應該不用 欸 FoneSize 就好 ClearBoss High E0 好 那 所以在這種時候 如果你有看到這種Bug 就是如果你要Float Lab的話 只要再加上一個Class 就是剛剛那一段 ClearFix 看一下 登登登 結束 這就是我們要的齁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的原因 是因為 這邊有個叫做After的東西 那他把 這個東西是 額外定義 那 CSS 有一些東西 CSS 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CSS 基本上是針對HTML 去做排版的動作 把它沒化 所以基本上 沒辦法無中生有 無中生有 這件事情是很困難的 比如說 欸 比如說這邊沒有一些字 可是我卻 需要 比如說這邊 這邊有個Hello 可是我要把Kitty 加回去 這件事情很困難 非常困難 裡面可以增加一個叫做Content 就是這個 那 如果把它打出來 它會長怎樣 把一些東西 註解掉 Refility的意思是說 我會佔位置 可是我隱藏了 所以它是有位置在的 好 方向Size 拿掉 那 這邊 剛剛空白改點 那 嗨0 拿掉 好 那 這個東西會變成 這個東西會變成 一個 點 就在這邊 就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它其實很簡單 就是 把外面的這邊 的 AFTURP 塞到這邊來 那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 Block 我們之前有說 因為Block 會從頭 延伸到尾 對吧 所以它本身 就當Content 所以它就把整個展開 那因為這邊 沒辦法儲存100% 而且是Block 因為我之前有說 因為Block 它本身是區塊 而不是文字 文字 才會並排 可是區塊一定在下一個 所以這邊勢必在最後 那你再把它的 弄 隱藏 然後 文字0 然後高0 那就是 這個東西的解法 OK嗎 所以 這個東西是一個 如果你寫CAS 寫9之後 一定會遇到的東西 也就是 你如何把東西 排好 尤其是你用Float 的方式來排的時候 那 你注意看這邊是 After 對不對 那 這世界上 勢必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Before 好 那Before在哪裡 Before其實也用掉 所以 Before After 後來都不太有人用 你要注意喔 因為 這個東西叫做After 所以基本上 After 不能用了 因為After 通常都拿來做 Clearfix 這是 一般的俗稱規定 所以 After 通常 後來都沒用 除非你們家有 額外用途 而且確定 不會用到這個用途上 那 Before在哪裡 有個東西叫做 AW 叫做 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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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Wave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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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 Wavefund 是指 指而不是 圖 因為他的指 簡單來說是很像中文字型 或者祂自而不是圖 那 制有幾個好處 第一 這是他可以無限放大 跟縮小 那 比如說 essa ,然後 ..他們可以調 討 fug F4 我直接跳這個 比如說 當然要多一個0就好了 欸!阿靠! 等一下等一下 他沒有弄到那個 等一下 我討厭這種方式 我改download 我看一下 這個 LG Phone Size 那你改到2 改到3 改到4 因為他字所以你的字型大小隨便調 所以裡面是類似SVG的向量圖 那字還有一個好處是 本身的color 可以換 就這樣結束 那包括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Font的shadow 就是那個陰影啊什麼東西其實都可以做 所以字本身很方便 可是他不是圖 所以你沒有辦法部分幫他上色 那再來是他本身壓成一個檔案也很好用 那可是他是如何用他 你會注意看到這邊 他不是覺得字是圖 沒有沒有他都是字 你全部都關心把它當字看 以這個 那個condition 來說的話 他只能用字 你另外圖的話 你可能是 在這邊可能會看到什麼 SVG啊 或是什麼 PNG檔案 那個才是圖 所以那個 boost trip不是有一些 這種東西 沒有 boost trip全部都字 全部都瑞鳳 跟我今天講的完全一樣 沒有別的 那 你會注意看他用的是 before 啊 before 這邊就是他的字 字碼 這個字碼基本上打不太出來 因為他是直接用16經位 直接打進去 那所以如果你把他的字碼 換一碼 他就會變別的字 欸 沒有 118 看有沒有 有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字 那他字碼打在裡面 那這個 你會發覺他用的是 before 而且是content 跟我們剛剛用的碼 完全一樣 那上面還有表述說 他的 他的 字到底要多大 什麼東西的 那 所以 這邊有個調詭的地方是 你為什麼要把字碼打進去 而不是把字直接塞到這裡面去 對吧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 一般人來說 不太可能記得這個所有的字碼 而且這個字碼 那麼難打的時候 要打成HML的時候 那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方式是 那我可以直接去引入他的 CSS 所以我只要後面再加一些東西 我其實就可以用他了 所以這是before用法 所以before跟after 基本上都用光了 那 這邊有一些東西 去玩一下 DAR 然後 加個S OK 那這個是我常用的 那 所以要用的時候 通常 這個東西其實很好用 其實你就去記 比如說 其實他那個before 是加在 最前面嗎 加在那一個 class的DID的最前面嗎 他其實是 表述是跟這個一樣 他就是冒號 before 然後你就可以去 宣告 這個after 是加在那個 UL的最下面 UL的最下面 你剛剛開的是 UL 對對對 反正一個是最前面 一個是最後面 那他是加在那個UL的上面 對對對 最第一格這樣 算是 對 反正 可是我們之後會說 那個absolute 其實你怎麼排都可以 老實說 到後面什麼排都可以 可是你只要記得重點 是他有個before 然後有個after 那 有時候會被抓去做怪怪的地方 好 那 使用方式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如果去看他的class的話 就是一個fa開頭 跟一個fa-號 它的名稱 就是這邊的名稱 就可以用它了 只要你把他的css 有正確的載入 那相同的如果你去看 剛剛有人說的是puttrap 這個在哪裏 component嗎 喔這個就是啊 對 這個是完全一樣的意思 完全一樣 就是 這個 然後拉進去看 before就在這邊 而且compan在這邊 對吧 1比1 完全一樣 那所以你們家就可以 考慮要不要用哪一包 那這種包其實很多 就是不trap的一包 然後封奧神原一包 然後如果你們自己家要包的話 可以去包 去 那邊的碼沒有同意 欸 隨便你邊 欸 你高興打一個中文在那邊都ok 欸 那其實都是ok的齁 那自己包的話去icon move 對 對 icon move這邊就可以包 然後 無聊有進來包一些奇怪的東西 那這邊有一個icon move的app 喔 唉唷這個是 欸這是我之前包還是這種包的 然後 這邊有impot跟 欸 它有那個 怪怪的東西 是impot吧 欸不對 impot是impot加 喔 icon library 這邊你就可以去挑 就是 它有付費跟 像這個是免費的 那免費你就可以增加進去你的set 所以之後呢 你還可以挑你要的 跟刪除掉 不要的 像這個就刪掉 欸 就刪掉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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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它很不聽話 它有的時候很不聽話 可是它 它是我目前看到最好用的 因為它可以有impot一些功能 那之後呢 你就可以有gen rate 那gen rate裡面的包含 你剛剛問的call starways 跟它的重新命名 例如說 它叫做什麼名稱 我們剛剛不是那個列表裡面有那個名稱嗎 對不對 什麼名稱 跟它的一些 前奏字緣 跟它的名稱 我們剛剛前奏字緣是那個什麼FA開頭嘛 對不對 這邊就可以把它改掉 那所以 你就可以針對你們家的狀況 包一個最精簡的 不是一定要用 封好捨 或是用不脆 或內建 那個其實還蠻肥的 那個傳給它是用什麼 哪一種答案 答案 不一定 欸 給你看 比如說 其實你可以觀察 比如說 欸 然後 這邊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鬼 欸 Media Media Image 欸 它叫什麼 喔 Font 等一下等一下 看一下 應該這個 目前應該抓的是 WOFF 可是你去包那個包 一整包包起來的時候 它有給你什麼 TTF 然後跟剛剛那個 還有一些格式 蠻多的 蠻多格式都有給你 所以我可以上傳自行檔 包出你這樣子用嗎 不行 它只能 我記得它好像只能 import 一般的字而已 就是 你最好用的是SVG進去 對 它有一些 畫線的東西 因為你放自行檔的時候 會太大 對 不然就是可能要找其他工具 這個 能不能上TTF 我不確定 好不好 你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通常我都會上來包 或什麼東西 不然就叫我們家 可愛的美工給我SVG 我自己去想要包一包出來 這樣比較輕 如果人家的東西不多的話 好 然後 所以Before跟After都用完了 然後 還有什麼 Icon Move 那 再來是 Position Position通常會搞到很多很多很多奇怪的新手 那Position其實只有一個概念 然後它其實概念還蠻簡單的 一 講一下 等一下 要重來 沒有 比如說 DIV DIV 那這邊有一些文字 就是 這邊有一些文字 那 VR 我這只是要留白而已 OK 那裡面有個 VIV叫做 ID等於 料 那 裡面的IV叫 Content 好 那Content裡面寫 好 其實我比較喜歡美樂的地 然後 說一下 就是 通常 欸 我要換顏色 比如說 壓力 水光 那 那 接 Content FCC 然後 再多兩個 如果你看到這兩個DIP會長這樣子對吧 那所以它就在裡面然後一個在外面 那可是要做這個事情之前 我會希望在外面先有個尺寸 比如說DIP MAYOUT 400px Hike 400ps 然後裡面這個是 所以會變這樣子 那裡面是400 400太高 弄到300 好先這樣子 那 那 CSS裡面有個東西叫做Position 那 Position有個東西叫做 然後 然後我每次都沒有被 AB 他加 ABSLU 那ABSLU之後 它多了幾個屬性給你 就是上下左右 4個屬性給你 比如說 TOP TOP 100 那 NFT 10px 好 那上下左右你可以選其中一個基準點來做 也就是我要靠上還是靠左 靠右靠下 那 如果你4個都下的話 你的寬跟高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應該依照你的相對於什麼東西來做排列 所以寬跟高就比較沒有意義 那 我先有我的寬跟高 然後我靠上100 然後靠左邊10 所以我的東西就會變到這邊來 那 如果我在 這個比較的漂亮 我再改一個 譬如說 靠到剩下3 然後靠到剩下10 10 好了 就跑出來了 那 可是你會發覺 欸 可是 可是這樣怪怪的 因為我裡面的東西跑到外面來 然後外面的這個東西 感覺到它很孤單良 那 那 再來是 這邊 它其實有另外一個語法是 如果你 欸 我說一下 Position預設都Static Static Static 所以如果你去看它的話 是沒有任何動作的 因為它預設就Static 可是如果你改另外一個屬性 叫做 Relative的話 就有不一樣的結果 OK 就會跑進來 那 如果 我把它的東西改掉的話 比如說 100 100 100 OK 就會跑進來 那這個是100 這個是100 跟外面無關 所以 Anyway 如果我是裡面的東西 而且我是 Absolute的話 它就一直往上找 找到一個 Relative的東西 那找到Relative之後 它就 依照它的 裡面的設定 比如說 我們向上跟左 那 以它為基準 來依靠 那 最慘就是 完全都找不到 那你依靠的一定是 80 就這樣子而已 那 有這個東西之後 你可以做 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 嗯 這個刪掉 那 top 10 然後 然後 Button 10 Left 10 好 Relative 為 它 OK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發覺 10 10 這已經都是10 嘛 就是 我相信 它為它 之後 你用 JavaScript 控制其中一個值 就好 比如說 這個東西 改到 100 欸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噢不行 這樣會怪怪的 這樣 我看 我還是要 寬度 欸 我既然有寬度 所以我不應該有右邊 而是 我的 100% 好 好 好啦 它當然突出去 因為它100% 是有邊的 那 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控制 左值 也就是把它改到 0 因為它 預設有一些邊框 所以 裡面會有閃爭 好 那如果改到 負 20 你會把它過去 改到負 200 就過去 那 改到負 1220 當得不見了 欸 有個特效你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它就是用捲洞而已 好 那所以 溫道應該嘛 我看一下還有活 有沒有活 就是類似 這個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這樣做 所以 裡面的那一塊 是 Rative 那外面這一塊 就裡面的這一塊 就像排火車一樣 就排一個很長的陣列 一列排 就一個 兩個 三個 拉過去的時候 整個就拉過來 對吧 就控制剛剛組織 三張圖組織一起改 好 那再拉過來 然後再拉過來 那 你如果還要再拉過去的話 你就把第一個拼到它的屁股後面 然後再把它拉過去 這種特效其實就很好做 就可以把它做 蛤 Majin Lab 不行啦 因為Majin Lab 有時候 揪改的話它本身的大小 而且你是一個 彼此拼貼的狀況 所以你的 一號會影響到二號 也會影響到三號 所以那不可以要拉 所以 通常都是 Nutral Square 去做 左直或是右直 或是上面下面 然後在那邊 拖拖拖拉拉拉拉 就好了 所以它其實應該是 那一塊的DN 應該是三倍寬 或四倍寬 這樣一直拉 對就是裡面的內容物 其實是三倍寬 四倍寬 那其中的還有一項是 欸 我們再看一次 就是 欸 等一下啊 這邊改成 Food 50好了 OK 你會發覺它凸出去的 凸出去不好看 對不對 凸出去不好看 上面還可以再加一個 這個語法叫做 All Flow Hidden 等一下 HID OK 其實它就被卡掉了 齁 那這個東西就很符合 剛剛的東西 你會叫它 所以去控制就好了 齁 然後 它還有另外一種東西 是叫做 ZIndex 0 對啦 它至少一 那我設 再設一個 比如說 這個 改成 class class 不過這邊再多一個 叫做 content 1 那 所以我上面這邊就比較好改 這邊改成 點就好了 那 這個就可以 到下面 這邊是1的 副寫 20 跟 欸 這邊改回10 這邊改回10 等一下等一下它還有一個顏色 開不笑 F 好 所以 預設就是這樣子 齁 那 因為它有重疊的部分 所以ZNAS其實是來調它的程度 程序的程度 所以如果我把它原生的這個調高 欸不行 我還缺一個 因為它兩個要分開調 譬如說 content2 好 它就跑上來了 那 當然如果這邊改到 好 OK 它又跑上來了 那可是你會發覺這邊會 無限競爭 那個 戰鬥力會破999999 這邊不要亂打 因為通常ZNAS要被限制住的 因為ZNAS只針對它裡面的元素來說 而且ZNAS只針對該 在 RELATIVE而言 所以你打再多是沒有用的 因為它絕對不會突破它RELATIVE的地方 就算再多了9都沒有辦法突破它 這是它最基本的規定 那所以這邊其實你就改個 1跟2 就可以接大關係 不用那麼多的0 那再來是不建議0或是負值 因為我記得它會跑到後面去 對 它會跑到後面去 所以它可能會被隱藏掉 好 那這是 RELATIVE 那個POSITION POSITION裡面的 那個什麼 RELATIVE ABSOLUT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特殊的屬性 叫做FIX 那我再打一個FIX 給你看 比如說 購物車啊什麼Button 這就很適合用這個 比如說 S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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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Me 然後 Gas R 然後 FIX 這個東西跟 那個什麼 ABSOLUT 差不多 只不過它會停住 那像BG 很多東西都有這個 都有這個關鍵字 它的 它的意義就是 停在那邊 懸浮在那個位置上 那之後 它也跟那個什麼 Relative一樣 你可以選擇它上面應該要 依靠於誰 那只不過它的預設都停住的 那 比如說 通常是 100 10 OK 所以它的位置在這邊 它就 白命 當你拳動的時候 它一直都在同一個位置 只不過 它被遮到 那 戰鬥值給它高一點 Z Linux 真奇給它10就夠 應該吧 試試看 OK 對吧 那 預設 預設我記得都好像是0 那 給超過1的話 就會有機會贏它 那 你之後的東西就不要給超過 不然它的戰鬥值要一直增加 很多說 好 那這是DIX的 那個 這個外面是Relative 後面裡面兩個是ABSOLUT 它配了一個東西叫做 Overflow Hidden 對 然後 之後就可以看 用什麼東西來挑 那 如果你要做一個全螢幕 然後 籠罩的畫面 的東西 而且怎麼拖都不會跑掉的東西 的話 其實你有辦法做 比如說 壓力 這個要寫什麼 Layer Layer Layer裡面你就不用給它寬跟高屬性 比如說 我可以給它一個 一兩不用 TOP 0 然後 Left 0 Right 0 Button 0 Fagrant 這邊可以上RGBA 例如說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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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這個是 這邊只能0到25 不能用HIX 所以這個是黑色 然後透明度是0.4 那就是40%的 顯示40%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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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還要給它一個叫做Position Fixed 你就會得到一個 融灶在外面的東西 融灶在外面的東西 當然這邊還要再多一些 因為你這個BODY本身是有那個邊框在的 欸 對 是我上面的DIV好像打了有邊框 對 我們DIV上面有邊框 這個取消掉的話 再試試看 就變這樣子 對吧 所以這一層灰色其實就是剛剛那個 然後 你高興再把它的 戰鬥力打到最高 例如說 Z index 這是錯誤示範欸 然後 它就會籠罩在所有東西上面 那通常這裡面還會再有一個Pupup window 就是再用一個DIV 其實你的Pupup window 就做好了 那所以 如果你去看一下 咦 我們去看那個 Securi的 Securi UI的 我不確定了 我要看一下 它有一個叫做 它叫做 不見了 它叫Dialog 它叫Dialog 類似這種東西 然後 它有一種是可以讓它全部弄起來 confirm 類似這個 旁邊的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剛剛在做的 就是那個整個layer 關掉就會變白 那 再一次就顯示 就這樣子而已 好 然後 齁 這邊大概結束 就是 我們剛剛所說的 剛剛所說的那些東西 然後 反正玩破 我們上次有 給大家玩破 就是這個 對不對 我還卡S6 持三關不理他 自己玩破 6個 旁邊都有說明 如果去到處Google一下 應該可以找到解答 那 這邊有一些提示是 它會跟你講的是什麼元素 然後你該怎麼下 不過你這邊應該沒辦法下到巴黎去 只能針對table裡面的東西來下 好 然後這一堂課最重要的地方 在這邊如何把 打牌打撈過 那 我說一下這邊 要找東西來做實戰 比如說 這個 好 這是人家家裡的網頁 沒有比 總比這個 打牌打困難 什麼叫打牌規則 是 CSS的 我先寫一個順序給你看 寫一個Lagel code id 大於class 大於tag ok嗎 那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 再來是 important 這個比較特殊 那 我說一下 然後再加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前置規則 叫做 smart 那 比如說 你去打牌 那個什麼 三條 能贏 2Pay 然後4House 可以贏 贏三條 就那種順序 那你出的越多張 就代表你的權值就越高 那你當然可以再出一張鬼牌 鬼牌可以壓引所有的東西 可是鬼牌壓不贏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ymine ok 這是所有的順序規則 所以 如果你要去壓贏一個東西 比如說 有東西叫做 DIV的 它叫做 content 預設是 content 就是它的class 就是content 那你可以多出一張牌 叫做 DIV.content 那 這是多出 就是我多出一個tag 就多了一個規則 那我就可以贏它 即使我的code 在它前面 我還是贏它 那你還可以再多出 比如說 DIV.content 那比如說 forbody的content 這再多出台 那你還可以再多出 比如說 我可以出在前面 或是出在後面 比如說 body的 我可以贏它 我可以贏它 可是我贏不了它 因為它已經用到ID 除非我再多出一張 就是 後面再出下去 就是 forbody ok 那所以這是一個出的順序 可是你會發覺 這個東西會造成 很爛的結果 就是你會越出越多 越出越多 出到最後 你沒有牌可以出 你甚至連什麼 HTML 那些鬼東西都輸下去 就代表你已經沒有牌 那可是它有一個基本規則是 後面的會蓋掉前面的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你 你盡量把你的code寫的時候 你要把人家蓋掉那個部分 蓋在它後面就好了 比如說 這是A 這是B 那預設的是A 然後你要寫個B把它蓋掉 你就放在它後面就好了 你就不用多出任何的牌 因為出牌會出到沒有牌可以出 然後有一天你會恨你自己 為什麼我之前出了那麼多牌出來 好 那什麼是important important呢 就是 這邊如果有 單一的 attribute 比如說 color 它是白色 那或是 color 它是黑色 那你可以再加一個 那你可以再加一個 important下去 ok 那這是針對某一個HPU 然後而且你又發覺你真的沒有辦法蓋出它 或是你想偷懶的話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去蓋它 比如說 你的牌就只能出在前面 好 那你要蓋到後面那個 那你真的確定這件事情不能返回的時候 你就這樣想 好 那這是鬼牌 好 那鬼牌當然可以用鬼牌的方式蓋 可是 那比如說 我再說一個 比如說我這邊還有一個另外一段 然後可是也是 color important 就是說這樣子好了 好 它是另外一個顏色 那這一張一定是最強的 就是這個HPU 最強 那它會蓋掉下面兩個 都會蓋掉 只要它不是important 可是你又發覺 欸靠 那我之後要下 那我再加一個important 在這邊 ok 那這個一樣 你會造成你的call 是非常非常 有重大浩劫 就是到處都是important 好 所以important通常到 最後會非常希望是 你真的確定這件事情就這樣子 然後以後都不會再動 你不會蓋它的時候 才會去上個important 那 這世界上還有絕對 絕對不可能被蓋掉的call 就是 欸我們剛剛有個順序就是 這個 那 可是它有順序就是 最後一個是innite innite innite 是最強的就是 寫在這裡面 ok 寫在這邊 這是最強的 也就是上面如果你不管怎麼蓋啊 你不一定有辦法蓋它 那沒辦法蓋它的時候 請上一個important 這沒辦法 因為它已經寫在裡面 可是你一定要蓋它 你就上一個important 那 如果這邊佔有一行 important的話 基本上沒有人可以蓋它 這是先決條件 這是最高的定義 所以這一行絕對沒有人可以蓋它 就是以相同的ZHQ而言 好 那 知道這個順序之後 其實你就會 打好你的牌 就是如何去蓋 蓋人家call 那DEMO給你看 比如說 我其實可以在別人網頁 或是我自己開發網頁 裡面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我隨便點一個地方 然後我右邊 這邊沒有東西 OK 右邊就有東西可以蓋 那上面的 下面的很多都是被蓋掉的 就是已經被蓋光了 所以下面通常不看 你通常只要看最上面那個就好 那你只需要在這邊 複製 然後去你的CSS裡面貼上 然後裡面的膜 一個指加進去 比如說 類似這樣子 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 像我們家自己在蓋的時候 一定都是 同一張牌一直出 那我們只要確保它的順序是對的 就是call的順序是對的 那這件事情就可以 辦到 不是一定前面要叫什麼 body 什麼htm 然後出到後面的 csa裡面就 瘋狂的 就是一團亂就對了 OK 這是概括的順序 那可是 我先說一下這個課題很重要 因為 很多人沒有把這個課題 弄好 然後就造成還蠻多 不把玩救的結果 好 好 那 如果你有去玩普浪的話 普浪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它不讓你蓋掉一些東西 比如說 欸 比如說 普浪很好笑 如果你在前面寫HML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東西的時候 它這邊就會把你刪掉 然後改到某個content裡面去 好 所以這邊是 點 也就是class 它下面還有一行叫做 簡 concan 它自己的宣告在製品 所以你這邊的東西 絕對概物贏它 這也是後來那個plunk的 最新的那一版改版之後 大家 沒辦法把 它的上面的menu bar 或是廣告抽掉裡面 好 好 那這是 這部分 那 最後是RWD實作 RWD實作其實很簡單 可是你要先 RWD實作最重要的是在這邊 也就是你要如何打牌 然後你要把它打完 打到好 那 那我們加了這個網站 其實有做完RWD的所有動作 也就是這樣子 拉回來 那這邊牽涉到兩個技術 是第一個就叫做 漸進增強 還有一個叫做優雅降級 優雅降級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把大的網站做完 然後就拖拖拖… 那 那 那建新增強就很簡單,就是你先做手機盤,也就是最小的 然後再來開始想說你要增加哪一些東西給你的桌面板 那這兩個東西都有人做 那 當初這個做的時候,做這一份的時候,其實BUTRIF才到最新版本,然後 好像才VE而已 然後 之後我們家看那個什麼iCook好帥,他可以拖拖拖拉拉拉,然後變換Size,之後我們就開始幹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研究他的語法 然後後來才發覺,原來他就不脆了,然後我家自己幹 好 那 如何去做這個東西呢?那我先做一個全版的網頁給你看,比如說,可是這邊要久一點 比如說 看一下 1D OK,我這邊寫一些些Code就好了 說一個 示範就好,比如說,第一個叫做 就是WAPORP 那就是WAPORP 欸? WAPORP 隨便,我沒做瓶做機 YiB 那上面有一個叫做 HEAD 配的裡面沒東西,然後裡面有個Menu Content Content裡面譬如說有那個 Ul 那Ul裡面有 一堆的 給來 誒 貼錯了 OK,就這樣 那這是一個最簡單網頁的Layout,然後 可是我們需要一些東西他才看得懂 那 首先是DIV 跟 Ul 跟 Li 我先模組化一下,例如說 誒 我們要幹嘛 RGBA RGBA 那 0 0 255 0.3 應該看到 PENDING 10 MARGIN 10 PENDING MARGIN MARGIN 10 MARGIN 10 好 先這樣子 看一下 長怎樣 OK,長怎樣 很好 List style跟 那個標 PENDING要先取消 個人希望要有 圓鞠 PENDING 0 這是Head,然後這是Menu 其中的Waper,比如說我們要建立一個基本寬度是1200寬度 所以我們先慢慢建,比如說我們的Waper px 好,這是一個最基本的網頁定法 好,太多了,夠 那我訂1024好 1024px 沒錯啊,我看一下 觀察元素 我自己這裡有放到 對,然後 1024px 這是我剛剛設的 那所以我們開始看我如果拉進來的時候 因為它有定寬 因為一個網頁最基本是它要先定一個基本寬 可是你拉過來的時候發覺它有捲軸 因為它本身已經定寬了,定好了 那不管我們先把這邊打好 就是我們要先做最大的那個網站 就是 一般尺寸看到的whole size的網站 那所以我們再來訂,比如說Head 可以 100ps 然後再次 最新的 然後再次是menu menu這邊要做監招 就是 或是不做 我做監招好了 譬如說 Position Relative 那Menu其實就可以固定在某一個地方 譬如說 CSSR 不要理我 個人Style Position Google很好用 那這邊是 130px 這是ToF 那Left 是 10px 那 WID 鐵 是 100px 試試看 他沒有高度 那高度給他 意思是說 高度要多少 300px 好 好 Menu 那Menu 在10 Total 在10 所以是40 那之後呢 因為他是Obsblu 那 所以他會有個重疊效果 那其實你左邊啊 列一個左邊距 空白留他 他其實就兩邊就 各自分開了嘛 所以再來是 Content EFT 那 他多少 100 先打 130px OK 欸 好像對耶 Mega 這一層是什麼 看一下 這一層是 Content HandingLeft 喔 等一下 Morgin 在對 他本身會有他自己在 OK 那再多10 140 好 真的很漂亮對不對 那再來是Content 那Content 我們剛剛有說一個是 我們要ForeLeft 譬如說 他是Uli 所以我這邊直接打Li 就好 好 然後 糟糕了 我還缺ClearFix ClearFix ClearFix 我刪掉 ClearFix AFT CSS 我剛剛拿哪一個 好像隨便拿 好像這個 好 OK 這是ClearFix 那 所以我的 UL段要加他 所以 ClearFix 重新整理 很漂亮 這算一個網站 好 那 可是你會發覺現在有缺點是 如果我拉回來的時候他不會動 那 這時候要加兩行 首先 有兩段要加 第一個 是這一行 一定要加 因為這一行的意思是說 你的Viewpoint 的寬度 是你的Device 寬 如果你的 如果你知道下面這個做完的話 可是沒有加這一行的話 你手機上面看到的還是 1024檔寬 而不是 我們要的是 手機原始的寬度 所以這一行一定要加 那這一行其實就 他要貼到 Head裡面去 OK 這次沒跑掉 那再來是 這一個 這一段是很重要的就是 Media O O其實包含 Squeen 跟Print 那個叫O 那再來是 這邊 我伏字打給你看 我們剛剛有講過一個 那個什麼打牌守則 對不對 就是下面的可以蓋營上面的 所以通常我們如果要做 那個什麼RWD的話 我們是下面的code 我們的所有RWDcode 我都建議放在原生的code 最下面 所以上面就是 原來的下面就是RWD的 那貼上這一行 這一行的意思是說 這一行 那個什麼 這一段code 然後它的範圍在哪裡 譬如說 mini寬跟max寬 通常我都用max寬 譬如說我們現在在做一個 768版 768版 728px 那之後這邊的東西 拉下來 那 之後再來看一次我們的網頁 你會發覺這個東西 會有捲軸的原因 是因為 外面這個 WAPER的寬度是限定的 所以呢 通常你到了某個尺寸之後 這邊應該是1024 1024之後 你的 這個 就把它定為定寬 也就是 貼上 把它定為不定寬 之後 試試看 不知道 會不會對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不定寬 那再來是 其中的幾個東西 比如說你的圖片啊 本來這邊是大張的 要變小張 那其實就是一樣 就一路蓋下去 那 比如說Menu本來在這邊 可是之後要把它變到這一行來 這些事情都做到 比如說 1024之後 先這樣子 那我們再做一個 728版 728版 那728版主要改幾個 第一個是Menu 我吸尋變成Static Static就不會往下移 那再來是我們的 那個什麼 Content 點 點 Margin好像是 多少 10齁 好 把它改為10 好 那所以你在玩的時候啊 就可以這樣 拉拉拉拉拉拉 欸 靠 等一下 它Size還是沒有調 那 我們再調一下它Size 這邊應該是 Auto 這樣是Auto 那就是 拉拉拉拉 耶 一條 太窄了 那個我不調了 等我意思就好 就是就可以變橫的 那再來是裡面的東西 裡面的東西就可以很方便 就自己去做 譬如說 記得這邊 可以到480的時候 然後 你的Li的 寬腿到400% 類似這樣子啊 寫個Demo就好了 所以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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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новые 4% 太小了 太多了 大概只剩下 我打100%就好了 你會發現前面都定寬了 所以它會有奇怪的邊界在 可是到一定程度之後 它就會fix 這個東西就要慢慢調 就是依照你的view來做調整 那你會這一招之後 你會覺得這一招 這邊的這個 很理所當然 對吧 那所以很簡單其實就是 最簡單的方式做 就是你先把大的網站做完 那這是定寬的 那之後你就開始拉拉拉拉拉 然後發覺 卷軸出現了 那你就知道該修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剛剛的定寬先拿掉 那再往內拉 東西拿掉 因為刪去法都比 無中生有快 所以我們家通常都做 最大的 然後再慢慢把它變小 所以做完之後 移掉 移掉 定寬 結束 然後其實你刪去法 刪完一次之後再拉回來 很正常也就好了 所以通常是 就是從大到小說一次 然後之後就結束了 那我們家大概就這樣做 OK嗎 那這個新法做完 你RWD就會 你可以省下很多的 奇怪的那個什麼 報名費啊之類的 就這樣子而已 其實就這樣子 好 那 跨流氧氣策略 跨流氧氣策略很尷尬 可是現在應該比較沒有了 因為當我知道永豐銀行不支援 跟IE8以下的時候 那我就知道 終於 未來時代終於到了 我就說 跨流氧氣策略 在傳統來說的話 有幾種做法 第一個是 通常都很醜 比如說我前面可能加一個 什麼 導斜線9 在Value後面 比如說這邊加一個導斜線9 或在Value前面加一個導斜線9 就可以支援 某個IE版本 因為其他流氧器都會認為 這一行是錯的 那 只有IE的某個方法會認為 這一行是對的 這叫CSHACK 可是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這樣子做很醜 而且你的這個CSS到後面 如果用什麼 SARS或是理石來去做Compile的時候 他不會顧 他甚至會認為那一行是 那是 Failed 那 新時代的 CSS 那個什麼 跨流氧氣 我建議的做法是 例如說你在這邊加一個 用 JavaScript 方式去加 例如說加一個 class等於 IE 那再加一個版本 IE9 那之後呢 你這邊的 前面就可以有一個點 IE可以用 也就是最上面那層的點 IE可以用 那甚至你還可以針對 某個版本 例如說 IE9專用 這樣做會很漂亮 那 不是去一直汙染你家的 CSS 然後為了少寫一個這個 種 Label 然後去 Hack裡面的一些值 那個真的很醜 非常醜 不要用 所以 不管這樣子可以的話 我們之後有叫 寫 所以 這邊直接加一些class 然後前面加一個前奏去結束 反正就多出一點牌吧 就這樣子 我們之前都說完了 好 那 BOOTRIP BOOTRIP 比較難講 可是我可以帶你看一個東西 這是 我們最之前看BOOTRIP BOOTRIP其實很簡單 可是 記得它要出4 那4 基本上 我看了一下 打給我們都會跟3差異 我們現在用的是第三版 那 如果你去BOOTRIP的網站的話 這就是網站 他們的首頁 其實你會發覺 除了這個跟這個之外 中間分3等份 以BOOTRIP整個架構為 他們分3等份 那 也就是 CSA Component 跟Jarscree 那如果你沒有在乎 BOOTRIP Jarscree的話 這一項就不用看 因為它本身 需要Jarscree的支援 那 CSA是最基本的 那 BOOTRIP最基本的東西 是它的 Grid System 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 這個東西佔了 BOOTRIP基本上所有的東西 那 如果你有剛剛我們看RWD的基礎 之後來看這一份 就很簡單 很簡單可以看得懂 那 其中的是 這個東西叫做前奏 前奏裡面有分就是 Core 然後這邊有4個Size 也就是XS SM跟MD跟LG 有分4個Size 那4個Size 有它的大小範圍 我們剛剛的BOOTRIP 我們剛剛的RWD的Core 不是有那個 欸我這段Core要高於哪裡 或少於哪裡嗎 對不對 這邊完全一樣 也就是 小於768的時候 會套用XS 然後 大於768會SM 然後大於 然後這就是4個Size的分界點 OK嗎 那 之後呢 BOOTRIP每一個RWD裡面 是分成12等份 它不管怎樣分都是分12 所以你可以在你的MD Size MD是這個 那970的Size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1份 OK喔 我們先略過那個Size的分界 那就是 如果這一格 要在這一份裡面 佔一份的話 它就寫這個 然後再加一個1 所以這邊是84 444跟66 OK嗎 那 為什麼不用10 10的原因是因為 10沒辦法被3跟4成除 所以它用12 12才能有這種444跟333 可以用 它才能被成除 還有66可以用 好 那再往下看 就是 你可以注意看 這邊可以上兩個 上兩個原因 是因為 當在MD Size的時候 它是8 當在XS的Range的時候 它是12 那怎麼玩 你直接去弄一下 就知道 所以 我們現在還是MD 所以它是8跟4 對吧 那你再把它弄 差不多吧 這上面 OK 這個就是XS Size 然後它是12分 它已經跑到上面了 因為它 一格就是它 它占到12了 所以剩下它要斷 然後斷到剩下6 所以6是一半 所以它可以上兩個 Size 因為它的螢幕尺寸寬度不同 所以有不同的效果 OK 所以你懂到這邊 你就知道為什麼它要上三個 也就是三個螢幕大小 不同的時候 它的 所佔的百分之比是不一樣的 好 然後剩下的 這邊再教你計算而已 然後這邊是跟剛剛說的 那個都一樣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Offset 就是 4 4 中間空4 所以這邊左推四個 左邊空白四個 所以這邊三三三 所以這是除以四份 然後這邊空三空三 然後這邊有三 然後這邊有三 那 這整份就它歸System 然後它一個重要是 下面還有一個 OK 對 Not Reset 這個東西是 比如說這份是佔9 所以這邊空三了 對不對 還有三分沒有用 記得這九份裡面 還是佔12份 OK嗎 所以它這 這九份再當12份來用 所以這兩個是66 也就是一半一半 那所以 這XS就不一樣 所以你再弄小一點的話 這邊會變8 這邊會變14 它整個東西就這樣子玩 那這是它最重要的一個系統 其他的其實就還好 就是你大概 CS上對 然後他也寫Demo 然後大概褲子貼上 就會懂 就會長得一模一樣 它最重要的是 它的這個網格系統 這東西非常重要 你不會用這個 你大概就不會 玩不脆了 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怎麼排 好 然後 然後 這邊其實就這樣子 然後還有什麼 那Component可以帶你們看一下 就 這是我們剛剛說的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Before的 WaveFont 然後 這些一些 Button 那Button它還有分size 其實你這邊就可以直接去看它的Source code 比如說 關卡元素 然後它用了到底是哪一些的CSS 然後如果你有再用對的話 其實你這個複製貼上就是它 就一樣是它 然後其他的都還好 因為這邊大概去摸久一點 就大概知道 那再來是Jarsquid 那為什麼這邊分三份的原因 是因為CSS是針對原始的CSS 去做增強 那Component是原本在HTML 或是W34裡面沒有定義的東西 它多出來的 它多給你用的東西 所以這邊都是多的 那Jarsquid就是要配Jarsquid 譬如說它有些什麼 Alert的東西可以用 這個 像這個東西都可以直接用 好 直接丟一個東西出來 那這邊就要配一些Jarsquid 來用 那如果你配得好的話 一些CodeEvent會用的話 其實這邊就可以直接用 你就不用去用 額外的外掛之類的東西 那這邊都是 就是puttrip的東西 這邊 Anyway要多玩玩看 好 那 Squid跟Print的分別 其實我一開始有講 就是我們在做 最上面那個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那比較有什麼東西 反正這邊還可以再加上一個 Squid的語法 就是它這一段 CSA到底套用到哪裡去 那可是如果下面這邊用的話 要比較麻煩 會是類似 這種語法 對 會加在類似這種語法上 所以我建議你還是乾脆弦Zs 檔 如果你們只要列印取球的話 那這邊跟剛剛我說的規則 完完全的一樣 你可以把列印取球放在最下面 也就是它最後出牌 然後把上面的牌全部都蓋光光 砍光光就好 好 然後 這邊就是完完整整 我們所要上的 HTML CSS 跟RWD 好 那再來是 我們今天還可以再 touch到一些 JSquid 我應該可以把 還蠻多的 好 大概講一下 那 JSquid前日經生 JSquid一開始叫 JSquid 一開始叫做 LeaveSquid 我另外打好了 JSquid 打虛應扣 JSquid LiveSquid 它叫做 LiveSquid LiveSquid 這個東西是 Nescape就是那個 王警 那個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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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在跟IE對抗的那個 可是王警後來變成 Mozita 然後後來就出了Firebox 所以它其實現在還有脖子 那那個時代 它有個很好玩的 網頁編輯器 然後我第一個網頁 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用它編輯器做出來 好 那後來 LiveSquid 看起來很像Java 那我有摸Java 然後這兩個東西 一點都不像 那後來改成了 叫做JavaSquid 這前日經生 那 那 微軟 那個時代 就出了東西叫做 JSquid 跟它很像 可是完全不一樣 那 那 它又把它自駕的東西 拉出來 它叫做VB Squid OK 那 這是一個戰國時期 然後後來 當然這兩個東西都被消滅掉 現在也沒在用 他們自己家也沒在用 所以 Anyway不要信為軟 因為他們家的 很多東西都現在都不在用 好 OK Anyway 那 那 這些當然都消失在歷史的雲言中 包括它的 起源這部分 Anyway 現在就是 有個東西叫JavaSquid 那 可是JavaSquid 其實真正目前在管的單位 叫做 EkmaSquid 如果你去看一下 你可以找到一個 EkmaSquid Table OK 那我先說一下 目前瀏覽器大概都有支援 5 就是Version 5 EkmaSquid Version 5 那裡面這些 所有東西都是目前可以用的 包含 所有瀏覽器支援 有的沒有的 那 你每一項裡面都還可以看它 為什麼是寫那個 那 目前 會希望進 繼續進步到EkmaSquid Version 6 那 Version 6 目前還是一個 很慘烈的狀態 可是這個 比去年好很多 大家正在慢慢的進步當中 之前這邊都還 一半以上都紅了 Anyway 這些都是 人家已經訂完的Spec 只不過 各瀏覽器 始作不移而已 未來一定都會始作到 基本上 這是基本教育派 會希望的 因為這邊有一些 新的推進是補 舊的東西沒有東西 好 所以如果你真正要去看的話 你應該來看這個表 而不是去亂拆 有沒有 因為它真正定義 在類似這種東西上 好 那 剛剛那個就是夢與未來 甚至 我記得7 他都定住了 7當然就 更長 我說一下 這其實很好 有綠色就已經很漂亮 好 那 browser 如果你要玩 Jarscript的話 最簡單的東西是 你要會用 Divine Tool 那我目前用Clone 那Clone我比較容易習慣 那Clone其中幾個是 這是Element 我們剛剛有在用 那Network 如果你按重新整理的話 這邊會有 所有你下來的東西 那上面這邊還有一些圖表 跟 那個Size 還有一些Filter 可以用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Console 那Console 這邊就可以開始打 打一些Jarscript的東西 而且直接打 直接有 譬如說 123 2 123給你 我看過 我可以 123 2 123給你 那我如果 一般來說會用Console.log 打一個 你覺得它很奇怪的東西 可以 來丟出去 那我們來Demo 一個剛剛這一頁來Demo 譬如說 我們之前有說 叫它Screw要打在最下面 所以 它也是在最下面 譬如說 那譬如說 Console.log 有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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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Console.log 就這樣子用而已 可是Console 這個指令 應該還有別的 我忘記了 可是我很少用 那 我再看一下 OK 區域變數 全域變數 U Struct 那 這個東西很重要 原因是因為 等一下 等一下 取得 可用防選 OK 那我先講完這個 好了 如果你在一個Java Square裡面 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可以用的話 你可以這樣打 比如說 Window 點 然後它就會 全部列給你 也就是 這一頁可以用的東西 可是這個太多了 它自己擴充很多 比如說 Window點 那這些東西都是可以 你可以用 比如說什麼Ray 或什麼 只要看不懂 然後 比如說 新式的 可能有一個叫做 WebSocket 在這邊都可以用 好 那我繼續講一下 什麼是變數 變數的話 我建議你在所有變數面前 寫一個東西叫做 VAR 那比如說 變數名字 譬如說 123 好 那 為什麼要這樣寫的原因 是因為 如果你沒有寫這個東西的話 這樣寫的話 會變成 全域變數 立即會變成全域變數 那這件事情很危險 因為你會有一些變數 變數汙染的問題 那所以 我先寫一個Function給你看 比如說 Function Hello Temp 1 等 1 2 3 2 2 2 3 4 那我把 Hello 執行起來 你記得 JSquid執行一定要加掛號 一定要加 執行起來之後呢 我們去ConsoleLog 這行標 Temp2 跟 Temp1 OK 先這樣就好 好 所以我們有234 可是123沒有 因為你會發覺123 它是LocalVariable 所以它不是GoogleVariable 所以它執行掉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被Feed掉了 就不見了 可是Temp2 卻在外面可以拿得到 所以因為它 它就變GoogleVariable 那 這件事情是很邪惡的 因為你可以把裡面的變數 穿透到外面去 然後讓大家取用 所以外面的變數 也會影響到裡面的變數結果 那所以這件事情是非常不允許 所以通常會在 做變數前面加一個VAR 也就是宣告 它從這邊誕生 然後這邊結束 那 這樣就結束了 然後 再來是 你有第二個語法 可以用 就是它看似 一個字串 可是它其實不字串 它叫做UseStruct 放在前面 你會發覺它是一個字串 對不對 可是它其實不是 它是在 某一個版本裡面定義的 也就是 它 它是嚴格模式 如果你這樣子搞的話 我記得為什麼 這個字串 它是在 Temple2 那 Define 對 這樣就對了 就是你在外面沒有 可是 你卻用了 所以它不會讓你過 它直接把你噴 Arror出來 然後跟你說 你沒有Define 可是卻在裡面用 那 因為它是用嚴格模式 那如果我把它註解掉的話 那 Java Square的註解是兩條斜線 它會過 所以這兩件事情是有差異的 那如果你的Core有加這個的話 就代表安全性能很高 可是 蠻多人不喜歡加的 因為它會 很多東西不好用 Defug不好用 那 所以 你應該在 如果你真的要有全面變數的話 你不如就在最前面加一個VAR 讓它先伸出來 可是它是Undefine 然後裡面就可以用它 好 就這樣子 那我們再試一次 這樣子 是沒有Arror的 好 就是 即使我加一個模式之後 也是OK 那我們就可以把兩個東西 Consolve出來看 Test 2 Test 2 這一樣感覺沒喊 這是完完全一樣demo 對 因為 這還是local的 只不過local的 然後我們有先選稿 所以在嚴格模式下 這個還是會過 好 這是Use struct 那再一次 JavaScript的基本型別 是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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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難的東西 因為 它的基本型別很像是沒有型別 可是它又有型別 然後又很像沒有型別 那 我說一下為什麼 是因為它有一些 嚴重的歷史包袱的地方 那 以JavaScript來說 什麼東西是非 我們在Ruby下面只有 NEO跟BOSS為非 對不對 可是JavaScript裡面 有很多很多很多東西都為非 0 這最該死的 竟然把數字0當到非 然後 然後 欸 NEO Undefined 忘記拼 忘記拼 沒關係啦 一萬七會教你 從來都沒到 Undefined 然後 NAN 然後 NAN 然後還有很多東西都為非 那我之前有在Ruby上面說一個如何測試非的語法 就是 你先把一個E在最後 就是它會變成True 然後過偶爾的時候會把最後一個為True 或是最後一個為非的東西拿回去 所以前面都會過掉 所以你就可以開始做這樣 譬如說 偶爾 偶爾 我記得NAN也是 False 偶爾1 那所以就把CounselLog出來看 1 對吧 所以前面的所有東西都是非 所以 你要很小心就是你的IntegerRub 運算 然後突然到0 然後你下面有個語法 叫做 If int int 是剛剛算出來的 譬如說它是一個X 然後你這樣去判斷的時候 很容易噴掉的原因是因為它是0 它剛好是0 它剛好是0 就是你算完結果它是0 結果這邊就跑到False去 那這是非常小心 而且所以你這邊通常會寫一個 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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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全 等於 0 它會這樣做 那再來是用2個等於是不對的 因為它用2個等於的話不會做行別轉換 然後有時候會出現非常非常奇怪的結果 那奇怪到我忘記怎麼出現了 那 我建議在所有Gasquare裡面 你一定要寫3個等於 來做完完整整的行別判斷 不然會很容易會搞死你自己 那包含不等於也用情用 不等於 後面有2個等於 那它才會做原本的行別的判斷 不然它會可能會用不靈判斷 那不靈判斷你可能就一樣就噴掉 也就是 前面明明是怒 後面明明就是0 然後這兩個等於之後 這個邊會變醋 這件事情是很容易發生的 非常容易發生的 所以一定要變成3個等於 OK 好 那這就要square 那基本行別 那再來是 剛說完所有的飛 那再來是 真正的行別 生存的行別當然有類似 拿一些出來玩 基本行別 其他的大概就跟Ruby差不多 比如說true true boss 那這兩個對蛋疼 因為它兩個不太有用 因為其他人都很像他 那再來是String String其實也一樣 比如說 String的這個 跟 String的這個 這兩句話也不一樣 好 那我們去看一下 比如說 欸 那這邊 欸 一樣了 看一下 一樣的話就一樣了 因為我記得 他有的時候會不解釋 有時候會解釋 導斜線 也就是跳過自圓 這個軍事行 好 先不理他 那 還有什麼 欸 Array 跟Object 那 Array其實很簡單 比如說 欸 String那些我就不講 因為這是最基本的行李 跟Integer 跟Floaf 就是 比如說這數字就是Integer 那 再加一個Floaf 那Floaf它會有 循環小數問題 也會有 比如說 那 傳... 這些都會在很多機器媒體 1990 很多機器媒體都會碰到 你會可能會需要 做一些 捨位的運算啊 或是 幫他做視者無入的東西 好 好 那 再一次Array,譬如說 通常如果你在Jalcquid拿下拿到一個Array的話 會是這樣寫 這個超級標準的,就是一般語言,包括Java C-sharp 去過一個Array的寫法 所以我們就會得到這一票 這是剛剛的 這邊也不解釋,所以Nux大概也是從0開始 然後到魔術 你用Length可以取得出的長度 所以你去做H的動作 可以拉出全部東西來 那比較特殊的一個東西結構是這個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是 Jalcquid裡面最邪惡的一項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擴充到後面 後面變成一個很奇怪的畸形的產物 那我們說一下,這個東西在Ruby下來說的話 它是一個叫做Hush 那Hush 可是Jalcquid下面稱這個東西 叫做Object Object它其實也就是一個 KeyByValue的一樣東西 那只不過它的Key是這樣寫 就是 Wr 冒號123 那SDF 冒號 H1 Hello Key OK 它這樣寫的齁 那 可是如果我要把它抓出來的話 會變成 我要用另外一種寫法 因為它不是 它是Key 而不是Index 所以它沒有數字的 鎖影子 它是用Key 那所以它寫的寫法是 Avi Intent OK 所以 Console Log I 其實 I改一個名稱會比較清楚 叫做Key 那 Key 之後呢 你有兩種寫法都過 就是 Temp 的 Key位進去 跟 Temp 點Key 都OK 那我們試試看 我應該沒寫 欸 等一下 點Key不給我用 啊 對對對 沒辦法用點Key 因為 因為 等一下 我先寫上面的一個 因為 點Key 的話 就代表它的Key 叫做 Key 比如說 一二三 所以 你沒有辦法用點Key 所以你勢必只能用這種方式 為 如果你是一個變數的話 你要把變數 為到真理裡面去拿到那個Key 那 或是用另外的方式 比如說 ee temp s temp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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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這樣子也對 兩個都對 所以上面是用一個迴圈抓出來的 下面是直接用點Key的方式抓出來的 那這是Object特有的方式 因為在其他語言很少這樣子做 然後之後就可以做得很邪惡 就是看起來很像梅侍者 其實不是他本身只是一個Object 好,那這是Object 反正他就是一個很類似Hash的東西而已 好,那我們剛剛已經解釋完 有一個東西叫做Ford迴圈 我可以去取他的所有東西出來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Ford 引什麼東西 然後去取出Key出來 InObject的Key 那再來是 叫做其他型別 其他型別裡面包含Undefined Nan是什麼 Nan叫做 Not a Nan 然後其實他還蠻容易出現的 比如說 我要試試看 0除以0 就是Nan 因為他不是一個數 0不能去除以0 或是1除以0的話 會是Infinity 就是無限大 所以他的東西很多 有一個奇怪的東西 例如說 VIR 就是我宣告一個新的變數的話 他確實不是Nu 而是Undefined 也就是這件事情沒有發生過 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多奇怪的型別在 那 何止為非我剛剛有用過 比如說 0OOR NUOR OOR NU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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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是我剛剛DEMO的 對不對 那 這邊就有寫 就是 0全等於FALSE 0全等於FALSE True 這怎麼可能 0又不是FALSE 因為他直接用不0的方式 來去做運算 不0方式就是這個 所以你可以 0全等於NN 應該吧 只是這樣 欸 不對 因為他有點怪怪的 有的時候都怪怪的 有時候又對 欸 我看一下 那 好啦 我先不理他 因為他有時候會怪怪的 那 0 除非三個等於才會是FALSE 所以我們拿抓這兩個來看就好 好 OK 所以一個是FALSE 一個是True 那通常我們會需要上運這個結果 不是下運這個結果 所以會希望我們都寫成 3個等於 或是金探號的兩個等於 或是金探號的兩個等於 這是不等於吧 那傳統不等於是這個 OK這兩個剛好顛倒 這兩組剛好顛倒 所以通常會希望寫3個等於或是這個 來避免掉這個很詭異的狀況 好 然後我先說一下 如果你習慣 用舊的方式來寫的話 你debug很難 就是 哪一天出錯不知道 問你出在哪裡不知道 然後 要找半天 所以你不如一開始就養成那個習慣 好 讓你的call沒有第二種解釋 好 好 然後 Function Function 比較有趣 Function的話 在JavaScript下 這個東西 跟Ruby下 有完完全全一樣的東西 我寫一個Ruby code給你看 我們曾經寫 寫出一種東西 比如說df temp 然後 block 對吧 這是在Messor裡面定義的 那 buck 點call 比如說 123進去 and 那 temp 的 do puss 欸等一下 寫錯 temp do i puss i and 會印出123 那我們之前有說 欸 噢 噢 分掉 我們之前有說 do到end 是一支程式 然後 衛到block裡面去 block去呼叫 執行 然後衛衛進123 然後123進去之後 印出來 對吧 這是完完整整的一個程式 這個我們在之前的Messor定義裡面也有講 那 那 在 javascript裡面也做一樣的事情 完完全全一樣的事情也做到 比如說 欸 function 欸我剛剛叫什麼 temp 然後 func 餵進去 好 那 func 執行 123 進去 OK嗎 那 所以 我的temp裡面 會得到一個 function 然後 function 我會執行起來 然後把123 餵回去 那再來是 temp function 我會得到 我們剛剛用多少 用i i 然後console.log i 會得到123 這兩行 完完全全等價 包含 這個 這一段 完完全全等於 它 也就是我訂了一個 有名稱的 Messor 它叫做 這邊 Ruby的Messor在 JavaScript這邊統真方權 它叫做temp 那temp 會得到 預計會得到 一個 東西 那我可以把執行起來嗎 把東西 餵進去 那我在外面 就餵了一支 匿名函數 它沒有名稱 你會發覺這個叫temp 可是它沒有名稱 直接加掛號 所以它就是很類似 我們之前 所說的那個 procedure 那個東西 那 會得到i i在哪裡 i從這邊來 餵進去 運出來 這整個就是 temp co-function 規則 那這個東西 在 JavaScript裡面 弄 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也是 因為JavaScript 玩很熟 所以那邊也在玩很熟 好 那 所以 那還有 所以 這個就是建立於使用 所以你可以建立它 然後使用它 那你還可以把它設一個變數 比如說 這個東西是一個未來要用的變數 比如說這邊是 x等於 這個 那你現在還可以把它再加 999 這是一個未來要使用的程式 那你可以把位到temp去 x 揮進去 OK 它就加了剛剛的那個123 然後再把它運出來 好 那所以你可以把那支程式 然後變到一個變數 變數那個變數 就到處亂丟位給別人 那別人會去執行那支原來的程式 那別人會去執行那支原來的程式 這是整個 方修不貴面的規則 好 那再來是 Kernel的 Kernel的打一個給你看 比如說 喔 我這邊還要再講一個 全域變數 全域變數 我們剛才有講 比如說 EAL 我隨便新增一個 EAL 然後等於 欸 我不要在這裡新增 我去 因為這邊東西太多 就是 Verb 喵 等於 嗨嗨 這是一個變數 我們最早有說 那 如何找到全域變數 這件事情其實很簡單 就是 在這邊打一個Window 點 你去這邊找一個叫做喵的 一定有 哈 所以 Window其實就是 所有JavaSquade變數的 最大的 一個 所以 只要JavaSquade裡面 有全域變數 一定會在這裡面 對吧 所以 如果你今天就開始亂打 比如說 Wave Yale Number Hole R A 123 123 123 那 所以你打Window 點 然後 欸 它先大寫 對不對 呃 好遠 Wave Wave OK 這是我們剛剛競爭的 對不對 那 我們會打什麼 去 H 這個 對不對 然後 欸 好 所以 如何去找一個人家 有的東西 比如說 你要去找Google 到底用了哪些變數 你就打一個Window 然後點 然後你就發覺 列不太出來 因為它用太多 好 好 這是全域變數 然後 所以 我可以用一些方式去取得 Kernel等級的全域變數 比如說 我們剛剛所說的 WebSocket 好 我再回來說一個 所以如果你用這樣子 跟 Window.a123 這樣子 兩個等價 對不對 如果你知道是前後關係的話 那 所以 我可以去找一些 系統變數 比如說 WebSocket 它是一個 Function 可是它本身是 Native code 有吧 那 Native code 很可愛 就是 它裡面就是一些 Binary code 然後它不給你看Source 因為它本身是 Compile過的東西 那 可是 然後 你會發覺這個東西很像一個 Object 因為它可以用一點的方式去取得 那 甚至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取得 這是一樣的 所以 你就把它先把它當作 我們最上面那個 Object 用 那 之後呢 既然它是Object 所以它可以被複寫掉 所以 我們就可以開始等於 Eal 好 然後 我們就完成了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我再去CompileObject的話 它會是Eal 我原生System的東西 就被蓋掉了 然後 這招很邪惡 如果你要去做Debug 或是Hack人家的東西的話 你可以把System的東西先蓋掉 然後 它的Function 它就會Compile到兩個Function來 那就可以做一些處理 好 那可是 我要回去的話 比如說 我想回去原來的那個版本的話 那你可以用個理法叫做Delete 把東西砍掉 OK 刪掉它 那 我們再來看一次WebSocket是什麼 它會回來 OK 那 可是 這個東西 這件事情有流感器的差異 就是 比如說 我這邊有一個FIREFOX 那 FIREFOX 其實也有 這個 這個一樣 這兩個東西都一樣 都是Compile 它也可以放到 好 那 我們今天有一個東西叫做 WebSocket 一樣喔 它是Function 裡面可以給你看 我記得它也是 NativeCode 按太多 那 Window. 有 有嗎 一樣的 那 等於 有 OK 那所以 這個就變幼了 那 可是如果你今天去 Delete它的話 它會不見喔 這件事情因為流感器而有差異 所以 FIREFOX會被砍光光 如果有些人士先把你Windows的輸入變速拉出來 然後就可以把全部砍光 然後之後沒有任何JawsCode可以動 因為你的Windows下 裡面全部都是空的 蛤 你可以得到它所有的Key啊 譬如說 我們剛剛有說 那個VAR 可以把他JawsCode拉過來 然後開一開 可以啊 我試試看 你說的說法還沒玩過 我試試看 VAR VAR Key IN 對啊 你其實 如果你會JawsCode 幾單剪個步驟就可以讓它全部彈光掉 Key IN Windows 對嗎 嘿 啊 再來是Delete Window過號Key 這樣結束啦 全部都結束啦 所以我們Window的什麼 欸 EDI 欸 它有啊 那它怎麼會再 它 喔 可能要這樣吧 我試試看 那它可能要用這種方式才會 砍掉 它如果用Key砍的話 就不讓你砍 好了 因為 就先這樣 欸等一下 試試看 不要用Delete啦 這邊 等你弄我就好了 耶 它不讓你玩欸 它可能是有一些太等級太高 不讓我玩 那 我們再加一個邪惡的 叫做Try 例外處理 例外讓你掉過 然後它會Catch到1 CatCH到1 然後不理你 好 覺得會過對不對 然後 Window點A 欸 欸 你剛剛砍了什麼 欸 有啊 還是有啊 我看一下 譬如說ToolsTree 有啊 那它不讓你這樣玩 好 略過 它只能用那個方式來玩 其實你厲害的話 你剛才還是簽個Map 然後 一行行去Delete 你還是可以做到啦 好 好 Anyway Anyway 剛剛那太邪惡了 好 那所以該扣的款式 可以用Delete把它弄回來 因為我剛剛有說 你可以把人家都蓋掉 那可是蓋掉的話不好 那 你還是可以把它Delete回來 那 再來是 為什麼要蓋人家Catch 譬如說 CatCH有個東西好用 就是Alert 有 就會跳這個東西出來嘛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你高興的話 可以把 Window點 Alert 改成你加自己的Function 那 預設會傳入X 然後 Council.log 出來 出來 然後 加個El 然後 X 丟出來 那之後人家扣到Alert 的時候 El Alert 的時候 就會印出 你妙的Function 對 也不是Core到它顯得外的Function 所以你可以用一些 這很像那個網路攻擊裡面 被你的Mindle 那種 你可以插入你自己的Function 然後看到不錯的東西 那 所以 我這邊只是跟你講說 Jarswift 是不安全的 好不好 所以你所有的東西 包括你密碼 全部都不能寫在Jarswift裡面 不然絕對有方式可以拿出來 像如果他把一個Function打掉 然後從他一旦起來 他一樣會回來 會回來 會回來啊 因為重開就是重新Initialize 然後到他的Call 對啊 你只是去搞一搞搞一搞 然後要到沒有東西之後就可以趴 對不對 好 那實際使用我剛剛有說 跟他Call貝相同的東西 那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在Try的那個Function 就是過個水 就是 剛剛有這個 那再來是區域變數過水 區域變數過水 蠻重要的 我今天應該只能講到這邊 那 區域變數過水 為什麼要過水 原因是因為 有一些重複值的關係 那 這個寫在這邊會比較好一點 欸 Function有另外一種寫法叫做 Temp等於Function OK 這個東西跟 Function Temp 挂號 挂號 這兩個東西寫法作用類似 可是不一樣 那我順便先說一下這邊 譬如說 這是 1 這是 2 好 那 其中的如果我去Call Temp 2 的話 譬如說 Temp 2 跟 Temp 1 OK 我先去Call Temp 2 所以你預計會看到Temp 2 那這邊再Call Temp 1 OK 我先這樣子 所以你預計會先看到Temp 2 跟Temp 1 這件事情OK 那可是呢 如果我把Temp 1拉到這邊來 會是Failed 原因是因為 這個變數到這邊才Initialize 到 就是才生出來 可是你在前面先用它了 可是為什麼這個卻可以 這個很像是Ruby的Macer Macer定義可以在下面 那它會等它 可是這邊是變數的定義 所以這個東西沒有變數 所以這兩件事情有差異 所以如果你文家如果有那個 固定的Macer的話 你應該寫成這個 而不是這個 這個比較適合當職用 就是它以後可以丟給眼 或這樣子 那 至於有一些人比較開心 還是會寫這個 然後丟在最上面 像我 對 然後我其實很習慣 很習慣變成這樣子寫吧 因為 我之後 我會去理順我的Call 就是它已經被宣告了 我才能用它 如果你要這樣子用 當然也是可以的 那這兩個東西 還有一些實際上的應用差異 那個要到 比較後面 你要玩比較深 就要Square才會碰到 這兩個東西 還是有本質上的差異啦 好 那 我剛剛講過 OK 過水 那為什麼要過水 原因是因為 所以譬如說 沒有Temp等於3 然後 Temp加 Temp 加等於 2 FunctionCall 直接Call它一點 我們這邊再加一個 又等於Function 又去Call它 例如說 這邊是A 然後這邊是 B 好了 那可是 這是一個流程 例如說我要先去做一個加動作 然後我要把它印出來 然後 後面才 還要它的原值 那 如果甚至是這裡面還有一些處理 比如說 pand 加等於4 的時候 可是 如果 我最後的只是想要拿到加等於2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邊被污染到了 對吧 那我們看一下它有多少 等一下 我們要執行它 Temp2 刮好 OK 這邊變成129 這邊也還是129 那 加4 加4 印出來 污染到 對吧 所以這兩個值一樣 好 那 所以通常在這邊的時候 會再過一個水 例如說 我可能會再多一個變數 A 如果 HiHi 等於 Temp加2 可是Temp值原值不動 那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 HiHi 好 那 所以 Temp加等於4 那這邊裡面自己就去影響到就好 那至少不會影響到就會按成這一層 好 那 OK OK 所以這樣子就不一樣 因為它拆出來了 那 這個東西還有很多地方你會看得到 比如說 Vers Self 等於 Lease 它就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 它想把 這個東西 這個是一個專有名詞 就是這個 物件的本身 那 JavaScript裡面沒有 Self 關鍵字 所以這個是變數名稱 好 那 所以 這樣子我就可以取得 Self Vers Lease 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Lease代表這個 function 這個Lease代表這個 function 可是 Self 是上面的這個 所以我就可以把外面那個Self 拿出來 我這樣才有兩個Lease可以用 而不是只有自己的這個Lease可以用 所以它都會用這種變數來做過水 這種過水是必要的 因為它有一個重複繼承概念 變數重複繼承概念 在 好 然後 這個 下一堂課再講吧 我們今天應該先到這樣子 好不好 大家快點回家 好 放個四天 我們今天要放個四天 好不好 OK 先結束